你如何评估内房板块下半年的走势? 昨天内房、物馆这两类股份都有一个下坏状况 刚才Wendy也说到用信的消息 另一方面也会留意到 昨天港股通公布了有七只股份剔出名单 七只内有六只内房和物馆股 其中比较健碩的就是中国恒大 另外亦有用创中国 所以令到沽压方面会比较明显一些 今天来说 如果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来看 坏消息似乎是卖身一些 好消息还要看看未来的内房企业的消息 是否真的做得这么好的时候 大家才稍微安心 所以我相信今天和明天来说 内房的表现可能偏向弱一点 都要记望恒指的表现有一个比较强 例如刚才我们说到100天线 就是差不多去到21,500点 即恒指去到21,500点之上 才对于内房和物馆股稍微有提振 如果暂时持有货的朋友 看到股价都是上落市的格局 变化不大 可以继续保持 万一在一些横行的区间跌穿了 考虑一个减持或是一个离场的部署 结果没有 因为真是较逼的 已经这样了 在其中一个 Zacharias lucu 有 对 在历史上 这是 有 有